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现在先讲这个物理光学 物理光学 那么光它的性质可以分成两部分 在牛顿那个时代 他认为光是一个直点 它的性质是直径性的 就是说走直线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光就当作是一种射线 所以它有反射有折射 还有这个我们有透镜有面镜的成像等等 那个都是用光的直点说 光的直径说来说明 那么后来就发现了光它是一种坡 是坡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把光 因为那个可以解释很多现象 因为光它有绕色 有干涉 这个由光的直点说呢 是没有办法来解释的 所以呢 但是我们用这个光的坡动学可以解释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认为说坡是一种坡 就是光是一种坡动 但是到后来近代物理 这个年代就是这个三个世纪初啊 我们又发现 有许多的现象 像光电效应啊等等 你用这个坡动学没有办法说明 只有用这个直点说才能说明 因为那个时候爱因斯坦就把光呢 它当作是一种光子 一种photon 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又把光啊 又拉回来说 它是像个直点 不过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认为光呢 它不单是有直点的特性 而且有波的特性 所以光有两重的性质 两重性质 一个就是它是直点 一个是它是波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 就是介绍光的波动性 至于以前那种光的直径说 就是它是一个直点的说 用于这个光的成像等等 那我们就是几何光学的部分 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去提它了 没有那个时间去讲 因为这一部分你们在高中啊 也学得很好 光的成像 你用这个直线画就画出来了 那么我们这里就介绍光的波动学 但以后你们学近代物理的话 光又又有那个直点说 就是光子 它是一个光子 好那我们首先介绍 光是一种波 光是一种波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点光源 点光源 它产生的波啊 就是一个一个的 球面 球面波 这是球面波 好 好这个 这一点就代表一个source 一个光源 点光源 那么它产生的这个 波面 这个叫做波面 我们以前在 在讲波的时候 有介绍过 wave front 那么跟wave front 垂直的这个线 我们称它叫做race 这个叫做race race r-a-r-a-y r-a-y 它走这个直线 那么一个点光源 通常它发 这个波啊 就是一个球面波 但是当这个球面 变成很大很大 距离变成 几乎到无 就是说我们 说它的 半径啊 趋于 无限大的时候 那这个曲面的 曲率半径 就变成无限大 那它就是一个平面波 OK 就是平面波 好 那 这个叫做平面波 它的波面呢 是一个平面 我这里只说 它是一种现状 其实它是一个平面 它是一个平面 这个是 这个是波面 好 那么 它的光线呢 就是这样子的 一组平行线 这个是光线 对 好 那么 这是我们主要的 两种波 我们以后都是根据 这两种波来 处理问题 那么它这个 波上面的这些点呢 每一点呢 根据一个 一个principle 叫做Hagen's principle 他说这个 波面上面的每一点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球面波 它上面的每一点呢 都是一个球面波 每一点都是一个球面波 每一点啊 都是球面波 那么这个球面波呢 它扩散出去啊 也是一个球面 也是一个球面 好 再来 再大一点 再扩大一点 也是一个球面 那么这个球面波的这个切线 它的公切线 就是另外的一个 这个球面波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波 球面波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画的 因为这个球 语言不好画 所以就是像这样子 这个上面的每一点 都是球面波 所以这个球面波呢 扩散出去 那么它的公切线 又是另外的 就是这个 它扩散出去 就是这个Wavefront 这个Wavefront上面的 每一点又是新的点光源 它再扩散出去呢 就是它的球面波 扩散出去 你画它的公切线 又是另外一个Wavefront 那么这是Hagen's Principle 那么这个上面的点光源呢 它不但是 这点不但是点光源 不但是光源 而且是同向 就同步 coherent coherent 那就说这个点光源呢 我们等等来写它的同步 这个 你看这上面都是一个一个的点光源 可以画的很多很多 那么这个 这个 往这边扩散 这个也是一样 我这画的不好 画的不好 那么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坡面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坡面 等等 我画的不好 其实就是这个坡面呢 就是这个点光源 所造成的这个坡 的球面坡的攻切线 然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坡面 等等 那么这些点光源呢 我们怎么表示它是一种光呢 我们就用它的电场 用电场 电场 那么电场呢 我们用 用Sign好了 减Omega T 我看我这里是用Omega T减K 因为KR减Omega T也可以 Omega T减KR也可以 我这里用这个好了 我这里用这个好了 比如说 我这里有一个点光源 S1 它到这一点 距离是R1 R1 那么这一点所测得的电场 就是这个 它随着时间在改变 那么这个 它在这里就是R1 它如果在这里就是R2 那么 它也可能在这一边 就是R2 R2 E1 E2 OK 这个 它是用电场来表示的 电场来表示 那现在我们看 如果有两个点光源 S1 S2 它们同步 同步 同步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的时候 它们这个相差 因为它本身震荡 就有一个 就是一个Sign Curve 它的Face 这差呢 是 就是说 0就是最好的一个 它的相差等于0 或者是等于2π 或者等于4π 那么我们就称它是一种同步 同步 OK Coherence 那这两个 它的相差 如果是0 2π 4π 6π 我们称它叫做 就是同步 同步光源 Coherent Coherent 同步光源 OK 同步 我们称它叫做 同步光源 好 那么 假如是同步光源 好 那它到某一点 比如说我们在这一点 同时接收两个光源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的1 是等于 这里过来的1 跟这里过来的1 两个 电厂的 核 两个电厂的这个核 那么 这个就是 在这个地方 产生的干涉 以前我们在讲坡的时候 我们讲过干涉 干涉就是两个坡 同时 在一个戒指里面传播的时候 那么 他们的 两个坡 同时传播 于是这两个这个戒指 同时要遵守这两个坡 于是呢 它就是两个坡加起来 好 那么比如说 s1到这里来的 1 1 是等于 10 我们假定它的 正幅都一样 sine 频率也一样 频率也一样 就是 就是 长度不一样 就距离不一样 那 E2 就等于 10 sine K R2 减 n omega t 那这就是 E1跟E2 那在这个地方的核电场 就是E1加E2 E1加E2 OK 好 那么这个两个坡到达这里的时候 尽管它原来是同步 但是到了这个P点以后 到了P点 它可能就不同步了 可能就不同步了 因为这个R不一样 R不一样 那么时间我们都算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统统在那个时刻 好 那么于是呢 我们说这两个光源呢 会有一个相差 相差 Delta Delta Delta是什么呢 就是K R2减 你先写这个也没关系 减掉 K R1 好 那这两个一减呢 它就变成K R2减R1 这个就变成K 这个呢 叫做 叫做这个 DR 路径差 DR叫做路径差 这个 这个相差是Delta 那D 我再写一下 再来写 那这个K是什么呢 K是等于波数 2Pi OVER LAMINA KR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看到 它的相差跟路径差 它之间的关系 这一关系很重要 一定要记住 相差 与 路径差 这个要记住啊 这个很重要 相差 我们用Delta来表示 它是等于2Pi OVER LAMINA 乘上路径差 路径差 OK 这个要记住哈 好 这个要记住 好 我们现在就看 这个 相差 如果是等于 0 若Delta 等于 0 2Pi 4Pi 等等 那这就相当于 当Delta是等于 2NPi 的时候 好 N是等于 0 1 2 3 那这两个 这个波 到了这里就产生一种干涉 这种干涉是 这种干涉呢 是相长干涉 完全相长干涉 完全相长干涉 comple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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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ructive interference 好 好 那么 2波 1 1 1 2 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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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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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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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 2 2 1 2 1 2 2 R2-R1 它是它的路径長 所以R2就等於 等於零 我先在這裡寫好了 DELTA R 它就等於 我先在這裡寫 2nπ 等於2π OVER LEMINA乘DELTA R 那2π約掉了 所以 DELTA R 就等於 n乘上LEMINA n乘LEMINA 我們這裡先寫這樣子好了 這個等於 K R2 我們寫DELTA 這個等於零的話 那就是這個相等 這個兩個相等 我們直接寫相等就好了 寫相等就好了 因為 你這個是零的話 那這兩個就相等 好 我們先寫相等 等等再來處理 那麼這兩個加起來就變成兩倍的 10 sine K R 1 減 Omega T 那麼 在這個地方的intensity P P點的intensity 它就是等於1的平方 那就等於2倍的10平方 乘上sine平方 KR1-Omega T 這個不要 就是這個正乎的平方 就是它的intensity 所以呢 它就是等於 每一個 每一個光源 它的 強度的4倍 它不是1加1等於2 它是1加1等於4 1加1等於4 那很奇怪 1加1本來等於2 那為什麼等於4 那個2從哪裡來呢 原來就是另外有一個地方 是1加1等於0 它那個2跑到這裡來了 好 那這個是等於0的時候 等於0的時候 等於0的時候 你就記得ΔR 它的這個波長 就說這兩個 你如果取一個 這個長度 是R1的話 好 那麼這個長度 就是ΔR ΔR等於什麼呢 它是等於波長的整數倍 路径長是波長的整數倍 相差 相差是2Nπ 那麼就相當於光 到達那一點 兩個光源到達那一點的路径差 是波長的整數倍 這個是這樣子的 好 那現在我們再看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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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 等於 2分之π 2分之3π 2分之5π 這個就相當於 這個就相當於 2N-1 乘上 OK 用2N加1好了 2N加1 我們N還是從 0 1 2 3開始 如果N等於0 那麼相差就是2分之π 如果N等於1的話呢 那麼相差就是2分之3π 好 如果是 這樣的話呢 那麼他們的 他們相加起來 就是0了 我們看 假如有一個E1 它是等於1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K1-OmegaT E2 它是等於 它兩個相減 如果有2分之π的話 如果它減它 是2分之π的話 好 好 那麼 這個 不是2分 應該是等於 2π 應該是π 才對 我覺得不要用2分 用π 寫錯了 2N加1π 好了 它等於π 它等於π 3π 5π 5π 5π等等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π 那這兩個加起來呢 1等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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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1 2 就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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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0的話就表示它的intensity 是等於 這兩個 intensity 之和 等於0 intensity 之和等於0 那麼 i1 i2啊 還是一樣 i1就是10平方 i2也是10平方 但是 你要考慮到它的face 那麼 加起來是0 好 這個就是香消干涉 這個時候的條件是香消干涉 Completely destructive interference 完全香消干涉 好 完全香消干涉 你看它的intensity 就是0 在香掌干涉的那個地方呢 它的intensity 是1 加1 等於4 是4倍 OK 這個是香消干涉 好 那麼 我們可以知道 delta 等於2pi over lamina delta r 好 那麼我們把這個帶進去 它是等於 npi 2pi over lamina 成delta 成delta r 成delta r 於是我們就知道 這個時候呢 相消干涉的話 它的delta r 就等於 就等於 n倍的 應該 應該 應該是 這不是npi 寫錯了 2 2 加1pi 2n加1pi 2n加1pi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變成 我們可以把這個2提出來 就n加2分之1了 n加2分之1 你把這個2提出來 好 裡頭就是n加2分之1 等於2pi over lamina delta r 所以 delta r 要等於什麼呢 等於 n加2分之1的pi 它的路径差 路径差 就是2分之1pi的激素倍 2分之1pi的激素倍 那我們現在這裡畫一下 重新畫一下 這兩個sauce 重新畫一下這兩個s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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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p點 好 這是r1 這個是r2 那這一段 就是r2 就是r1 等於delta r r2 那麼 如果是相消干涉的話 標誌r 要等於n加2分之1的lemina 如果相展干涉呢 它是等於nlemina 就是r1 展數 波長的展數倍 如果是相消干涉的話 它是n加2分之1 我們再寫一下相展干涉 這是2個點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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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光源 到p點的時候啊 它的這個 相消或者相展干涉 那同步光源不一定說 它的相差要是0 2pi 4pi 不一定 只要有一定的相差 只要有一定的相差 就是這兩個 有一定的相差就行了 我們就稱它叫做coherent source 不一定要2分之拍 不一定要是0 你就是它差一個4分之拍 始終差一個4分之拍 那我們也可以說 它是一個同步光源 好 那麼我們對於這個 這個球面波 它的干涉 會有這兩種狀 兩種極端的狀態 我們先說明一下 就是像我們現在說的這樣子 那你就 這裡有幾個東西一定要記住 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這個 好 另外一個我們現在整理一下 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以後就要用這種基本的概念了 如果 delta 等於 2 npi or delta r 等於 n 我寫在這個下面 好了 這個是相消干涉 這個n 我們寫一下 n等於0 1 2 3 這個是相掌干涉 記住這個 記住這個 好 記住這個 好 那麼 如果 好 這也是 這也是 n等於 0 1 2 3 好 那這個是 相消干涉 相消干涉 要記住 要記住這兩個 兩個基本原則 ok 尤其這個 很重要 一定要記起來 要去了解它了 那現在我們就看 雙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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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干涉 你要有兩個 同步 光源 你兩個是 獨立光源的話 很難做到說 這兩個光源 是同步 很難很難 你拿兩個光源 這個跟這個沒關係的 可以 它亮跟它不亮都沒有關係的 很難做到同步 那你要做到同步 要怎麼辦呢 做到同步啊 有一種辦法就是啊 我們這裡用一個 一個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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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發出來的光 它不是 球面波嗎 都是球面波對不對 我剛剛說 根據Hagen's Principle 球面波上面的每一點 都可以當做是同步光源 每一點都是一個同步光源 好我們就利用它這個特性 如果我在這個地方 用兩個霞縫 比如說這是一塊玻璃板 像這樣子的玻璃板 OK 我把它熏黑了 用蠟燭啊 蠟燭上面的火焰把它熏黑了 然後在這裡畫兩 用刀片畫個細細的兩條線 就是這兩條線 這不就是兩個瑕縫嗎 對不對 兩個瑕縫 那當這個光 這個就過不來了 我這個畫得不好 好 好這個坡就被擋住了 過不來了 那這個的都是屬於 同一個坡面上的兩點 於是它就是同步光源 就是同步光源 好 那這個同步光源 它的光照射到這個地方 我們有一個screen 有一個幕 一個屏幕 好 那這個光就射在這個上面的每一點 每一點 比如說我這裡找一個P點 好這個光射到這裡來 R1 這個光射到這裡來 是R2 這P點產生干涉啊 那P點的強度呢 它會有強有弱哦 我們剛剛講 如果這兩個光源到P點的時候 的時候是同步 那麼這兩個光源 這兩個強度就加起來 1加1等於4 等於它單獨造這裡的強度 跟這個光源單獨造這裡的強度 合的 這強度 這4倍 單一強度的4倍 就是相長干涉 如果是 正好 它到這裡跟它到這裡 它的相差 是Pi的整倍數 Pi的幾數倍 Pi 三拍 五拍 那這個時候它就是 相消干涉 相消干涉 OK 相消干涉 那麼它的路径差就是多少 要不然就是二分之拍 路径差就是這一段 我們從中點到這裡來 假定這個 這個角度 是θ的話 那這兩個slit 當中的距離 如果是低的話呢 那麼這個deltaR 這個地方我慢慢呼呼 當初是垂直 deltaR 它就是等於 dcosθ dsinθ 這個 這個θ 那應該是 這個也是θ 這個 這個是θ 應該這個是θ 那是d sinθ 不是這個θ 我們以這個終點 這個地方作為我們的一個 參考 這條線參考 那這個是θ 這個就是θ 它就是delta sinθ 那麼我們知道如果是相長干涉的話呢 deltaR是等於Nπ 如果是相消干涉的話 deltaπ是等於2N加1π 2N加1π 所以雙峡峰的話 我們要另外寫一個這樣的東西 雙峡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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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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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 4C 1C 4C 4C 5C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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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C 这是乡长跟乡肖两个极端 但是如果他不是乡长 也不是乡肖 比如说他旁边有一个乡肖 再来又是一个乡长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他由最亮慢慢变得最暗 变得暗 然后又慢慢变亮 这个当中任何一点 他的强度是多少呢 而且他的强度 这个是乡长干涉 那么跟这个地方乡长 另外还有一个乡长干涉 强度是不是一样呢 就是他跟θ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要从坡 坡洞来看 比较准确一点 那么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 那这个大概你们在高中都有学过了 然后我们就要从坡 从这个 从他的facial 来看他的 乡长 来看他的干涉作用 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也就是说 他干涉以后 他的强度 跟他的位置 有什么关系 这个位置又跟这个θ有关 位置跟θ有关 所以他的强度跟这个θ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关系导出来 自然会出现这个结果